大家好,我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经理生涯 另外还是非常感谢大家近期对我节目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因为最近B站在搞活动 点赞的话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谢谢大家 张希哲,报价什么,阿尔维斯 去吧去吧 张希哲单崩,你就不想去参加世界杯了呗 主场对吧,阿多利德,摩尼,手把任容 阿多利德状态好差 这也跳过吧,输了 总共会有三个两个月 这要干什么呀,比较大交易 这个原来是在米兰那个后卫吗 我不知道他怎么读啊 先是转回到库森,从库森6000万转回到了曼城 然后赫尔南德兹,这应该是法国的左边后卫吧 转回到邮文 坎特5000万去了埃弗顿 刚才好像看见巴萨,梅西转走了 梅西转回到了这个曼城 而且巴萨吧,梅腾斯也卖了 买了一个后卫,库尔巴利 黄马呢,卡瓦哈尔,高纳雷斯 都是年龄大了,这都无所谓 我们也得签点人了,看看免签有没有合同快到期的 再签两个 他不错,他薪资低 然后数值还高 看能不能签进来啊 这也签了 薪资这么低,数值还高 转手一卖多好 张林鹏,他们还破裂了 签了迪莱曼斯 还签了一个中厂 他们都是数值挺高的 然后薪资也不高 然后可以当股票用嘛 还有一个菲尔南德兹一个中厂 还没弹完 他你看数值87,薪资才3万多 真的是当股票再合适不过 有两个字没弹下来,算了 张林鹏,日复一日的做板凳太难受了 如果你不打算让我上场的话 就把我租借出去 我都把你卖了 你为什么自己不走,你个神经病 张希哲,萨拉哥萨 张希哲也卖过好几次啊 也是弹不拢 人家社会也还是模拟吧 屁不阵容 这个赛季应该没有意外的话 降不了极了 就模拟过去吧 我们这个看看世界杯什么时候能到 0比3,真惨 张希哲终于卖走了 就吃个200多万 也行吧,出去踢球挺好的吧 出场黄恩首发 接着模拟 达赫鲁亚最近撞得还不错 估计要输 这跳过吧 1比2 把赫达被撞得这么差 你们能赢吗 又落后 跳过 1比3 人家发丢了点球 一扭眼又要看见这个降级区了 不过降级区跟前面这个队伍的差距好大呀 赫达菲又赢球了 吹上来了 来我们踢个踢场比赛吧 我们争取这个往回找一找 还是换回这个首发阵容吧 我们自己踢 阳传1比0 这个球真的很夸张啊 这个传中哎 我先摁挫 我摁的输入是R1加这个传中啊 R1加传中的感觉 球比较平吧 然后弧度有一些都厚点 这个竟然都传进来什么 这点bug吧 其实这个很远哎 杨晨的插上实际也很好 竟然传过来 赛建国差一点 赛建国左脚 但兜出来这个角度太适合原射了 沿这个立柱还是出去的 后点张岩岩直接顶给门匠了 再兜一脚 哎呦竟然又传到了 高昊直接踢的太正 哎呦哎呦漂亮 范建国 2比0又是传中 这个球是抢出来的机会啊 球以为要出底线 范建国现在设置了 让他这个相对自偶一点啊 可以让他前叉什么的 他并有五星的花式嘛 控球也不错 前叉之后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有时候可以串联一些进攻啊 然后控控球什么的 这次自己还进了个球 非常好一个强点 哎呦我的天啊 廖东翔这几射门真惨啊 前叉非常好啊 哎呦没往我这边谈 谈到那个门匠那去的 客场2比0 T他不错的 射门机会还是很多的 他感觉这个 好机会都没怎么进 两个船中进了两个球 这场比赛之后 我们又拉开了和这个 降级区的这个 积分差距 六个积分 这前面这个队伍 积分差距也不大了 赢一场输一场的事儿 你再赢一场就能进前十 纳斯提克啊 比我们盘明来靠前 啥人模拟 这些他们队伍都不认识 Suzuki是个日本球M 嘴面设置一个点球 哇 好开心 这么节奏啊 冯瑶上来 放上来倒是进球啊 李 李欣 赢了吗 李欣 79分钟 打进了这场比赛 唯一的进球 杨晨一不注意 这都79了 感觉马上就要成为这个 我们清训里 第一个上80的球员 而且他还不是最早来的 主场的塞尔利亚 还是模拟过去吧 他们这发生什么了 两副黄马 这是悲赛嘛 塞尔利亚 是吧 有罗后跳过 0比3 这赫塔费追上来了 都28个积分了 我们最近其实在赢球 贺打费可以 贺打费 黄家贝一丝 我们替不正容 摸得过去算了 估计还是得输 输就输吧 等一会儿到了降级区 再自己提提再拉回来吧 跳过吧 1比2 刚才有友谊赛 主场 战胜了 这保加利亚吗 2比0 大麦 1比1战平 我们既然瓜队这么强 这在西加的模拟成这样 特长 对于这西班牙人吧 西班牙人排在第二 其实就基本上 可以说并列第一 他们三个人都是 他们三支队伍 都是49个积分 还有巴塞尔黄马 体能都不行 刚从这瓜队回来 还替不清摩尼会算 咱俩也是输 西班牙人对状态这么差 在我们这应该能找到状态吧 跳过 1比0小副 塞尔塔 让人模拟过去试试 我唯一认识的就是21号 叫摩尔还是叫什么的 是原来多特 那个托尔奇特别矮 那个 然后趁跑不动了 去坑石换上来 有落后 跳过0比1 我们来到讲机区 接下来这个是我们保级的对手 这个比赛我要自己踢一踢 我们就用替不着人吧 替不着人状态这么差 徐坑石体能也不太好 张远宁上来 或者这个曹丽啥踢先要吧 像我们这种队伍啊 跟那个强对踢 到踢不踢倒没所谓 关键是要跟这些保级的对踢 把他们都赢了呢 我们就保级了 只不过 跟保级的对踢都不认识 没什么节目效果 所以我好多比赛 想到选的是跟这个强对踢 老弟啊 杜康 张远宁 不错 1-0 这队机会还是进 武康积极的反强 抢来一个机会 张远宁联赛才进球 都三月份了 虽然我踢的时候跟你不来电 我可没让你少踢比赛啊 好一阵 都是踢不正容的这个首发前锋 好的 风瑶2-0 其实这球我想给张远宁的 不知道为什么传到后点了 我都怕他踢飞啊 因为他的角度不如张远宁的角度更好嘛 张远宁其实已经空了嘛 球还是去后点了 这个角度有点小 风瑶射门也可以啊 晃晃人吧 这个武赤阳什么的 都可以上来踢一踢嘛 这边后卫 我什么时候欠的 梁元明什么的 轮着踢一踢 都有些机会 后腰66 是不是也可以踢一踢 陈超 踢下这个曹丽 其他倒没有什么特别想练的 从维刚商与归队 这个舒适态低 武西西潜力也一般 练不练也没所谓 这陈超的模型也不错 挺高的 然后 我喜欢 看着不是很壮 踢片了 陈超啊 没人管 二比零出场还拿下了 不错 尾汉也挺好的 其实是个前腰的属性啊 踢着后腰完成这个 穿球也挺多的 完成盘带也挺不错 然后还有两次抢断 好了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 暂时也就先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 请不要忘记订阅 更新的时候会有推送 另外请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帮助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